这几天天降甘霖玉里镇赤柯山 汉象书姐 备受游客期待的金珍花季 也在今天七夕情人节浪漫开罗 华林县府与玉溪地区的农会 今年特别推出优惠园游券 让游客们好吃好看又好玩 也把在地特色的农产品买回家 赤柯山新女奇远 正式起到 台上长官贵宾共同撕开乐游券 2022玉里镇赤柯山仙旅奇缘金珍花季 在今天七夕情人节也正式开罗 值办单位现场布置南瓜花车 以及午茶饗宴 让每一位长官贵宾感受到金珍花 开满山的浪漫氛围 而每一年在我们华林县政府 跟玉溪农会 以及山上的农友合作之下 希望能在农业之余 也能够带进观光 让我们一级生产二级香工三级的 我们的整个休闲油气 能够整合起来 玉里镇赤柯山金珍花季登场 熬过了七月份高温缺水的窘境 这几天天降干凌 园区焊象解除 金珍花也开始复苏 若没有问题 八月中旬开始 金珍花就会全面盛开 玉花区那些它不会说一致的占放那么多 就会慢慢的放 所以时间很长到九月二十一号 这几天也欢迎大家 可以陆陆续续来这边 第一点 闲言夏日到这个高山上来 空气也很好 第一方面避暑 第二方面很多景点可以去来 欣赏这个花季 预计下星期开始 各区花矿就会达到高峰 持续到九月份 除了赏花还有在地民宿农户以及青农 推出特色餐饮 以及农产特色文床商品 让游客民众体验吃柯山金牌农村的产业魅力 季节限定的商品就是炸金珍 对所以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吃到炸金珍 那还有很多的那个景点可以逛 比如说到那个生活家那边有个观景平台 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整个花东重谷的美景 那当然还有小瑞士是目前最大的花海区 对 然后还有那个石龟 它是一个天然的造型的起石 对那旁边还有一颗赤柯神木 那一颗神木呢 已经有八百年的历史 那个也是跟我们赤柯山仅仅相依的一颗赤柯神木 对这个都是很值得去意有的景点 去年金珍花季因疫情停办开幕活动 如今随着疫情趋缓 国人开始渴望户外活动 玉西地区农会也同步推出买三百三 得五百超值乐游券大优惠 环山游艺巡演 浪漫小巴 一日轻旅行 体验DIY 隔上租车真好康 花季限定魅力文创商品等多项活动 希望远道而来的贵宾都能尽兴而归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 外面根换得访大的 花季限定魅力文创商品 木银角 还是确音 每天能够的 让所有人往前